沙漠中出现湛蓝湖景 距离拉斯维加斯24麦左右的密德湖 它改变沙漠风暴 提供了许多水上运动 为观光城市增添多元化 密德湖是为俘火水坝蓄水而成的大湖 是美国最大的人工湖 游客中心在93公路通往湖边的路上 视野很好 可以看到大湖湛蓝湖景 游客中心命名为Alan Bible 是近年内华达州国会议员 他在国会中积极推动保护自然资源 和提供全国休闲娱乐 昔日穷乡恶水之地 能在沙漠中绽放摧灿灯光 成为世界上最耀眼的赌城 都归功于密德湖的水电资源 从游客中心可以看到一栋黄色建筑 它是密德湖边的旅店及赌场 从停车场旁有登山小径 它在密德湖之上 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湖景 湖边的船屋都历历在目 三峡红颜对照蓝色湖景景色真美丽 沿着山壁建走 三峡还有粉细彩色山丘 盐湖也有践行步道 经过收费站进入园区 立即右转 即可进入码头船只停泊处 目前有许多部分路段 仍在施工中 蓝色船屋有大船可以在游客游湖 连走道进入船屋区 两旁停泊许多游艇 可以租用游湖 船屋区的水中有许多鱼 有些鱼已经大到吓人 岸边有成群的鸭 它们的脖子是少见的咖啡色 一摇一晃跟着游客 岸边还有许多白鸟在湖边闲逛 带我们来的白大姐知道 这些鱼鸭鸟都在等着喂食 她到船屋里的商店买了包 爆米花往空中撒一把 鸟鸭鱼全来了 鸟在空中飞 鸭在水面上抢 在水下的鱼也金铃十足 上大嘴快速抢食 鱼鸭鸟海入空大抢食 未为奇观 住在赌城的白大姐说 有捧从外地来 它一定带来密德湖玩 水入宫飞天大卫石 是必玩的项目 大家都喜欢看鸟鸭鱼一起真实的热闹场面 密德湖周围有不少登山步道 夏天吸水划船 冬日登山越野 150万一亩的土地提供旅客 更多选择 1964年这里就成立了全美第一个国家休闲区 和公园宣传小册 称密德湖是全美第一个游乐场 每年吸引超过600万人来造访 密德湖往西 有个拉斯维加斯湖 附近建了几处高尔夫球场 和两个大旅馆 把拉斯维加斯打造成另类休闲园区 湖边绿草如荫 还有弯弯小桥点缀 椰子树摇曳在桥边 甚至还有沙滩有池 感觉不是在沙漠地区 好像置身于夏威夷一样 沙滩 沙滩